纽约联邦第二巡回庭三名法官在周一 解除了对公立学校强制疫苗令的临时禁令 随后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周一晚表示 纽约市公立学校教职员的强制疫苗接种任务 将在10月4号生效 这意味着所有学校的员工 必须在本周五之前都接种疫苗 并且不能以每周检测取代 这么一刀切的 就是不顾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什么的话 去强制这个疫苗 甚至现在把 就是说各个地方好像打了疫苗打了多少 作为一种像中国一样的一种政治口号 我真的打了80%了 我觉得真的打了90%了 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了 我觉得起码有一点可以考虑了 就是说疫苗是为了免疫 如果本身自身就是已经携带 这种免疫抗体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考虑 可以不用去打疫苗 这跟独裁国家有什么区别啊 就是应该政府应该要尊重个人的选择 这不可以是就是强制性的 截至周一 教育局有87%的工作人员接种了疫苗 另外 纽约居民联盟创办人张东慧表示 部分华裔家长由于担心疫情 至今仍居家变异 有超过1600份请愿书 已经送到纽约市教育局 要求当局重新开放网络授课的形式 新唐人记者柯宁婷 纽约报道